来制作可爱风格的冬日盆栽 我们有这么多植物呢 就可以尝试不同风格的摆放形式 那我们先选择三盆角井 作为我们的主角 先进行一个三角形的摆放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 比较细小的低矮的植物呢 进行同样的三角摆放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 两种植物各成了一个三角形 然后对于比较中间比较空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选一颗比较高条的植物 来种植在中间 这样以三颗角井为主题的 组合盆栽的摆放形式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用两颗角井 作为我们的植物呢 应该怎么搭配 我们可以同样选择两颗相同的植物 脚井作为我们的对角放置 同样呢这两颗植物也是可以进行对角 那我们可以加入白色的香雪球 也是作为对角植物 这样呢就是两颗植物的摆放位置的一个演示 那我们今天就用一盆脚井来做我们的主角 来制作盆栽 看它怎么进行变化 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还可以潜入两颗不同的植物 这样呢就是我们一盆脚井 作为主角的组合盆栽的摆放形式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组合盆栽吧 今天我们用一个铁皮的浅盆来制作我们的盆栽 首先它是具有排水孔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粗椰康 或者是桃粒进行我们的排水层 通用的草花种植土里面是由泥碳珍珠原一些颗粒组成 一些草花的缓释肥通常是有两个月的肥效 天然棕丝作为我们的铺面 那我们就先开始来处理我们的植物吧 我们先将脚井拨盆 然后看它有非常多的白色根系 但是这个土团呢比较大 我们要把它进行缩小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小工具来进行操作 轻轻的先将上面部分的土壤去除 上层土壤呢相对来说根系比较少 也就是比较好去除的这一部分 之后呢我们进行下半部分的处理 我们把这个脚井的根系先去除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么多根系去除 会不会对它的伸张有影响呢 其实根系的这个去除会对于它后期的重新蒙根 或者是对于土壤的接触有个更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要注意在它根系的这个部分 在里面这部分呢我们要尽量保留住 只是要只需要去除它外面的一些须根就可以 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已经处理好这个根系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没有去除的根系土团 这是已经去除根系的土团 大家可以看下大小呢相对来说这个小了三分之一的量 也就更方便于我们后期的种植操作 其他植物的处理方法也和绞井一样去除土壤 并且将一些枯黄或者是残花都摘除就可以了 如果拆得比较散的根系呢我们可以这样轻轻地握一下 让它成为一个长条形这样呢会更方便我们操作 我们先将粗淘粒呢或者粗也可铺在这个排水口的之间 大概一到两厘米的厚度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先填入一些种植土 因为是浅盆所以我们种植土不需要填的特别多 为了我们绞井的后期生长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加一点缓释肥 均匀地踩在图表上 然后把它拌匀 我们的底肥就完成了 我们挑选好我们拆出来的植物之后呢选择它的一个观赏面 像这棵脚紧的观赏面是这样的 但它背后是这样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把它摆放在我们正中间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的部分正好离盆口距离差不多 我们用两棵短舌皮菊种植在这个把手的左方和右方 低矮的植物在种植时可以遵循往外生长的原则 我们可以把它向外一点放置 这样的会更为自然 我们再用小食竹来填补这些空隙 同样的呢小食竹可以以对角的方式种植在植物的两侧 最后呢我们可以加入白色香雪球 香雪球的白色是非常适合做可爱风格的乳盆 稀水小花非常的可爱 同样是以对角的方式来进行种植 这样扁平的种植呢或许有些单调 我们在这里可以加入一些慢生的长春藤 这样它会更加联动 我们可以把长春藤种植在这些空隙的位置上 长春藤的长枝呢可以把它围绕在这个盆栽上 只凸显它的叶子也会非常的可爱 整理这些叶片让它更加自然的生长在一起 也是自然风格或者是可爱风格组成的一个秘诀 最后进行一些空隙的甜土和扑面 我们这样组合盆栽就完成了 搅紧的单朵花季大概维持一周的时间 如果长时间的盆栽它会出现这样的败露的现象 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剪掉 在花根处修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一盆适合冬季种植的可爱风格组合盆栽就完成了 种植好的组合盆栽呢需要进行一边透水 这个能成为定根水 这样会更容易让它的根系生长 除了日常的浇水以外呢 这些植物都是东西内含植物 充足的水分和阳光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它就能持续盛开到四五月份 命令 部网瑞 颜音 我们回去